三部国家新机台到位上线 加入口罩生产行列 不管是运转速度还是品质 都比前一代机器提升许多 政府大力补助要提升口罩产量 全速运转一台机器每分钟120片 预计每日可产出30万片医疗口罩 加上原本的四条产线 一天可达55万片 之后还会再增加三个机台 货标六条产线 已经送申请了 再增加三条线 要装置在我们的四楼 为了填补新社产线 所带来的人力缺口 口罩大厂预计再招募36名全职员工 基本薪资加上加班津贴 最高月薪4万元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到场面试 这边应该制度还OK 有上下班制度 然后博力制度的钱 该给的奖金就是要有奖金 OK 就是照老板的意思这样 有加急嘛 有津贴 所以加起来大概是30到50% 原本全场只有25名员工 自从配合政府征收后 天天加班赶工累到不能休息 之后16名国军进驻帮忙 目前是两班人员交接 未来胜利军加入后 期望能够应付这庞大的口罩需求 记者陈盛伟 陈广热 蔡敦营 张华报道